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登 今天这个视频我接着来给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Stability Fusion在实际的设计工作流程当中的 一些使用的经验和小技巧 今天这个视频呢 其实它对你出图的质量的上限本身来说 没有特别大的提升 像这种不是说效果特别爆炸的视频呢 往往这个播放数据也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如果你实际的在使用这个Stability Fusion 去做设计工作 去辅助你的设计工作的话 你会发现我今天会教给你的这个技巧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它对于你出图的这个准确性和效率 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用 也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免费的赞 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呢 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个Sketchup的模型 我们可以在里面去做Sag 对吧 去用这个图层或者说用这个材质去填充 这种方式去做Sag 然后就指定一个颜色 每个颜色代表的一个指定的属性的内容 但这种方法的话 我自己实际体验下来 其实感觉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如果你们在实际当中工作去用 可能也会觉得比较麻烦 比如你模型都已经建的这么细了 你每一个东西都要去修改它的材质 修改它的图层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 那另外一个呢 你的模型建成这个样子之后 你不只是拿来去做Stability Fushing 去进行后续的工作 对吧 你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去做 那你把这个模型改得花里胡哨的 那最后也没法用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想有没有一种更简洁 更优雅的方式去完成这样的工作了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教这个方法 就是这个插件呢 我们先要去安装一下 这个插件叫Latant Couple 这个网址呢 我会发给大家 这个Latant Couple Latant Couple Extension 这个插件装好了之后 它其实就是去指定 这个画面不同的区域 用色彩去控制它的内容 但是这个跟Sag那个 它有一点区别 就是Sag那个 它是一个严格的一个表 然后你每个颜色还不能弄错了 对吧 但是这个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去指定你的颜色 你自己去指定一个什么颜色 然后自己去指定这个颜色 放什么内容就可以了 这个要方便很多 然后我们装好了之后呢 你在你的这个插件 这个栏在这个下面 就会有一个叫Latant Couple 这么一个插件 好 然后我把这个重在一下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的好处是什么 好 首先我们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比如你固定好一个场景之后 好 然后我们这地方去导出一个线稿 以前我们可能还会导出一个Sag那个图 对吧 我们结合起来去用 但是你去做那个Sag比较麻烦 那线稿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对吧 你导成这个线框模式 然后去导出这个图就行了 其实像这个模型的话 我都觉得它这个线稿 其实已经建得这么细了 其实按照我的理解 它更好的工作流 都不是去用Stability Fusion去做了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视频里面 再专门去讨论 其实它有更好的工作流 我们这里呢 其实重点是想去讨论一下 下面这块 我们去做 就是我把这个线稿导出来之后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线稿 我去描述它的时候 这个后面我需要一个 高层的综合体的这么一个建筑 那前面的话 这块区域 我希望它是一个公园 这块是空地 对吧 然后这块 我希望它是一个公路 是一个马路 然后这边可能也是公园 然后马路两边可能有些行道树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我把这个线稿导出去之后 我们来到Stability Fusion 然后这边的反向提示词 我先给它一些固定的 然后正向提示词 先给它一个基础的起手式 然后这边 Best Quality Masterpiece Realistic Architecture 就这几个 好 然后下面的出图的参数 然后768 然后我直接来16张吧 16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概率 看到一些趋势 好 然后Control Let 我们把这个线稿拖进来 使用 完美相数 好 这里选择LineArt 好 然后第一次我们就先不去用LatantCup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 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大概想要的 这个是一个 我们这边写好了 我们来接着写 就是这个城市的背景 对吧 我们来直接 用这个写 然后 高层 办公楼 嗯 它的这个前面有一片 这个叫公园 对吧 公园里面长满了很多这个植物 这地方我之前提前写好了 然后我直接复制过来吧 然后这个地方 Park 对吧 然后下一段 我希望在这个公路上有很多的车 好 然后我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最后呢 我希望这个道路两边有很多的行道树 然后我来把它复制进来 好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大模型 这个地方我用的是Architecture 这个RealMix 这个是我在C站公开发布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建筑通用大模型 非常的好用 推荐大家使用 好 然后我们来先测试一下 就是看它这个能不能去理解到我们的意思 好 稍等片刻我们这边就生成好了这么一张图 我们把这张图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图呢 因为我生成了16张 16张的话 更好去看到它出错的概率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里面是很多地方 它的这个绿化 其实严重的挤压了我们这个公路的这个空间 对吧 就是这个公园 它其实没有很好的 适配到我们这个公园的边界在那 但是公园这块区域呢 其实大概率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 那也有一些时候 它这个公园可能不在这个区域 这个我之前测试也遇到过 那现在我们就拿这个latent couple 我们再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我们用latent couple 去怎么去用呢 我们在这个下面啊 就是我们把启用 启用了之后呢 这个latent couple 它需要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怎么去获得呢 我们在SU里面 我们其实很容易去获得这样一张图片 就把这个边线关掉 开成这个叫着色模式 着色模式呢 它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材质信息变成一个色块 那么这个图呢 其实天然呢 你就可以把理解为一个叫material ID 材质通道 它每一个材质呢 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色块 那么这个色块 你在PS里面就抠就非常好抠 你基于这个图 然后你再去把它 比如这一块的单独把扣出来 这一块的公路把单独扣出来 扣出来之后呢 你做什么事情 单独给它指定一个 随便指定一个什么颜色区呢 这个颜色 它不像我们以前用的那个SEG 它是有一个严格的对照表的 这个它就没有对照表 因为这个颜色代表什么含义 需要你自己去指定 好我们把这个图呢 做成PNG 然后我们把这张图 拖到这个latent couple这里来 好 然后这一方要选择蒙版 然后我们点一下完成绘制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 把上面那段prompt把它复制下来 好 这段完整的prompt Ctrl C 好 然后我们把复制到这个general prompt 然后我们这个下面呢 每一个颜色 它就分离出来的吧 就每个颜色 它应该是什么内容 那么这一块 这个绿色的 我这方对应的是公园的吧 然后我就把这个公园的 这个段prompt 把它剪切出来 Ctrl X 剪切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这来 然后这一段呢 是代表的是公路 对吧 这个路上有很多车 然后把这段车的这段 把它剪切出来 Ctrl X Ctrl V 然后最后这个是我的 这个行道数的吧 Ctrl X Ctrl V 然后这个行道数 我画的比较少 我只画了 沿着这一侧的 沿着这个建筑这一侧的 然后这一侧 其实我们画比较偷懒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吧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 prompt info update 点一下它 点了之后了 它这个地方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顶上的也跟着变了 这一方你还要稍微注意一下 检查一下 这一方启用 这个勾一定要勾选 不然它是不会生效的 好 我们再来生成16张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稍等片刻 这一方又生成了16张 好我们把两次深圳的图 来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明显的 第一轮 没有用latent couple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的植物 它其实大量的侵占了 我们公路的空间 而我们使用latent couple之后 这个公路 基本上都是 没有被公园侵占的 你在这个区域 你指定了它画公路 然后上面很多的车 它就是给你画 公路上很多的车 它可能有些公路上面 颜色 它变得有点奇怪 但是它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整体上来说 这个里面16张图 只有这一张图 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结果 但是在最开始 我们没有使用这个插件的时候 它其实有很多的图 它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要去抽到一张 比较符合我们实际的设计场景的图 它的概率会低很多 当你只有一张图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就几分钟的时间 但是你如果说有10张图 有100张图 这个时间累积起来就很大了 那么你去制作这样一张猛板 用latent couple 去制作这样的猛板 其实是非常快的 但我这个行道处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按道理应该这一圈也应该去画一下 这个你可以基于你的线稿 直接在PS里面 直接用画笔工具 随便简单的磨一下就可以 那么关于这个插件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其实这个插件 我觉得在实际的工作流程当中 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一定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有系统学习 AI辅助设计工作的需求 那么也可以购买我的系统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里面 给大家整理了很多很多 使用的小技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拜拜